有风剧场 金总小报消息 全世界500强企业 全市仅是集团投资 是否属实呢 金总 您此次来将周市寻找您失踪遵年的妹妹是吗 没错 我这次来正少接回我20年前走六的妹妹 20年前老爸刚把你捡回来的时候 还是个小逗丁呢 现在都是个漂亮大姑娘 金总 传闻您只是锦家的杨子 您妹妹才是锦市集团真正的继承人 您真的愿意让出锦市集团吗 锦市集团本来就是我妹妹的 我会让她继承锦市集团 成为锦市首富 爸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被保送到锦市集团了 不错不错不错 我女儿有出息 现在要去大公司上班了 走 走 金总 可以去长期能接大小姐 是 爷爷 我终于要完成顶医院 马上就要找个希希 接下来 我会履行与她的婚约 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儿 贱人 你怎么才来 让本小姐足足等了你五分钟 小姐 我又哪里得罪你了 哦 没什么 就是通知你一下 你保送锦市的名额呢 已经是本小姐的了 小姐 那是我自己考出来的保送名额 全江中只有一个 你凭什么抢走 你问我凭什么 这个小大姐出生了贱种 起来敢问我凭什么 排斥 我们小静姐的爸爸 可是全球首富警示集团的江州负责人 韩家更是江州第一世家 横压江州 那你呢 不过是个穷逼吧 别说是抢你保送名额了 就算是把你从学院开除 那都是一如反掌的事 小姐 就因为我爸爸是扫大街的 就因为我家里穷 你们就要这样欺负我吗 他也很不服啊 小静姐 刚泡好的咖啡 九十度的水 正好让他清醒清醒 正好让他清醒清醒 有道理 给我摁住他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你们看到扭来扭去的样子 像不像一条狗啊 你别说还真像 小静姐 你看今天又搜头条 警示集团总裁警怀 要来长青棱找妹妹了 警示晃一晃 全球抖三的 你说我要是警总的妹妹 给我多好 哎呀你们别想了 我听我爸说了 人家警总这次过来呢 是已经找到了走势二十多年的妹妹 正是我们长青藤设计系青年的毕业生 走第二十年 还是长青藤设计系青年的毕业生 怎么越听越笑我 人家警总找妹妹 你个贱人下激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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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是警总妹妹 现在可以把贱人下激动什么 贱人下激动什么 贱人还没上完呢 你着急走什么 我听说 你被保送警示之后 还跟陆成表白了 陆成可是长青藤的校草 江州出了名的富二代 你个扫大街的孩子 你配得上他吗 就是 长青藤唯一能配得上陆成的 只有我们想信 我有喜欢一个人的权利 还敢给我酱嘴 记住 陆成是我的男人 三天后的保送面会上 我将会宣布正式跟他在一起 我爸邀请了全国首富 警总亲自参加 你最好别给我搞出一点事情 如果陆成不喜欢我 我会远离他的 你还敢给我搜圈子 你个扫大街出身的贱女 有什么资格做陆成的你 小静姐 听说陆成呢 最讨厌不减点的女生 你说我们把她扒光 发到学校论坛 热搜上怎么样啊 还是你鬼点子多 你不是长青藤第一才女吗 今天我就要把你的浪漾拍成视频 发在网站上 让大家看看长青藤第一才女有多老 你们这是犯法的 犯法 在整个江州我寒假就是法 在整个长青藤学院 我寒小敬就是法 今天就算我把你的名声毁了 学校论坛也只是会说被黑客黑了 绝对不会追究到我的 你给我按紧 不能 不能 放开我 慢点吧 这样才有美感嘛 没有 没想到这个扫大街出身的贱货 贴不这么好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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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有 没有 你救救我 老师都你也离家了呀 啊 天子 看见路上就把他怀里钻什么 特别不好啊 我抓你 风生 你的肠伤我会给你 就像你来带我走 他就毁了我 开 你我忍点 我这些衬衫是限量版的 为了参加三天之后的保送晚宴 不是你这种土包子能够赔得起的 你的保送名额已经取消了 凭什么状况 他想让路晨帮你是吧 你是不是灰姑娘看多了呀 路晨可是妥妥的高富帅 那只有我们小静姐这种白富美才配得上 你这个穷逼 你就是死在他命前 他都不会看你一眼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 就因为我穷 你们就要借他我的尊严了 排斥 尊严这种东西 是非小静姐这种有钱人 你一个穷逼 就别痴心我小 小静姐 你看那几次三班和你作对 要我说 咱直接把他赶住学院堆了 让他和他那个废物店一起捡垃圾 这个主意哈 反正呢 看着他也容易 我现在 就让他把个学生把电话 不 小静 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一天拿四分骨 才带我来这里毒素的 我求你 让我留在学校吧 熊逼命可累成狗 也非要来这种贵作学院上学 还唐叔叔 你这个脑子里呀 你是不是有尿啊 想不让我开除你 你刚才冒犯了 现在跪在这儿 把地给我舔干净 我就考虑放你一马 怎么 不愿意啊 不 我愿意 我能废 总裁 大小姐就在这栋楼的设计基因班 是全校第一名 已经被保送到警示总部工作 警示江州负责人韩振涛 邀请您参加三天后 为今年保送生举办的保送案 可以 这才是整家计程人该有的样子 上楼 见叔叔 是 走 我能废 丢人信念 大臣 你理这个废物干嘛 你先去帮你等我 今天晚上呢 我们去选保送业会的礼服 好 我们可以走了吧 贱人 保送鸣鹅的事情呢 最好烂在肚子里 做狗啊 要有狗的样子 不要妄想 某种不属于狗的东西 不然啊 这狗就可能发生点意外 死在学校里了 再来 脸上成这样 像可怜给谁看 把口罩戴上 不闻 没事吧 受伤了 没 没有 这双眼睛 跟苏苏的好笑 你叫 刚才 大小姐正在上课 校长已备好茶水等待着你 韩正涛也带着江州权柜 正在路上 苏苏在上课 那她的名字不是苏苏吗 去校长室 是 舍夫妹妹还跟我一个呗 如果我有这样的哥哥 是不是就不会被欺负了 苏苏 快来校外西街上 爸给你送好东西来了 好的 爸 苏苏 怎么戴口罩了 秋天了嘛 脸有点过敏 该不是被人欺负了吧 没有 爸 你别多想 是爸没出息 保护不了你 爸 你瞎说什么呢 让我看看 你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哇 这是我最喜欢喝的鸡汤 谢谢爸爸 来 快趁热喝 昨天陪我在机场忙了一晚上 累坏了吧 才没有 哎 小青姐 他不是唐苏苏吗 你说这贱人 不会再跟他爹告状吧 告状 有用 老娘连他爹一起端了 难 难 爸 爸你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事啊爸 没事 爸没事 你怎么开车的呀 小青 妈 这不是庞叔叔和他那小大爹的最优爹吗 你就是这么开车的 我就是要撞死了这些车 他敢告我的个人 你以为我真的被他 我没告诉 小青 我求求你了 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学校说 你别为难我爸爸 苏苏 这些都是你同学呀 没事 年轻人开车马虎 没事的 啊 来 你们喝水 哎呀 滚开呀 你那又脏又臭的手抹东西谁敢喝 那 那水是干净的 没事喝过 老东西 赶紧管管你女儿吧 在学校不好好读书 成天跟男人乱搞 现在啊 床这都满天飞了 不可能 我女儿乖条懂事 她不会和男人乱搞的 我们有必要骗你一个走大街的对不对 来 叔叔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爸 我没有爸 这个声音发 我们小静姐的爸爸呀 是警示集团江州负责人 那每年给我们学校赞助好多钱呢 而且我们小静姐呢 也已经被保送到警示集团了 是我们长青藤公认的天之江女 你说她怎么会容忍你这样一个社会扎仔 留在我们学院呀 等着被开除吧 不要啊 不要开除我女儿啊 我女儿好不容易再考上长青藤学院 这眼瞅着就毕业了 你们把她开除了 她的人生就就毁了呀 哎呀滚开呀 赶东西啊 韩小静 你不要动我爸 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你来 你算个屁呢 今天你们父女俩 都要给我跪地扶持 调为其境 老东西 你不想她被开除是吗 可以呀 你现在跪下来 把这里剪干净 小静 你别太过分了 还不快跪 不然我就让唐苏苏回学校喝马桶水 我跪 我跪 我现在就跪 妈 我快起来了 小静 你们是穷人 没办法跟这些有钱人道 我们出去 她只能这么帮你了 糟糕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让你舔赶紧 小静 你们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过分什么 不舔可以呀 倒不了开除你嘛 咱们长才女还是一向很有骨气的嘛 不舔 不要开除 不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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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看她现在像不像一条狗啊 叔叔乖 叔叔好上学 多怪爸没本事 爸保护不了你 我陪你一起 穷人的命就是贱 让贵就贵 让甜就甜 一点骨气都没有 只能从我们小静 对另有钱人的脚底下 扒了口饭吃 何叔叔 你真以为你在长青藤上学 就能改变命运了 没有保送你 就算你毕业 小静就有将都几次 也不过是我爸属下的鸡层眼光 到时候 我还是扬扬我们 我想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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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别挣扎了 赶紧过来听小静姐吧 你以为豪的骄傲学业 在我们有钱人眼里 必都不是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家穷 就因为我们是穷人 小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当然 全世界的眼神 最好弱的外遇 不只是在学校 哪怕就是在社会上 因为你为所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不要欺负叔叔 我欺负唐叔叔啊 这都是他自找的 他一个无能扫大街的孩子 还敢跟我做对 我现在就把他发光 吊在这 让他成为全租兜的小 不要 不要 叔叔是好孩子 他这还是个孩子 他还要上学的 以后我就剁你的狗 你让我做什么东西 滚开啊老东西 爸 爸 小静姐 好像出人命了 慌什么 这是他们自己摔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爸 你别 你别吓我 女女 不哭 爸 你别睡啊 你这个夜景看看我吧 还真死了 快走 喂 是120吗 这也是张庆东学院 我爸 可到头了 你们快来啊 爸 你再坚持一下吧 苏苏什么时候出的学校 一个小时前 我先去找他 你立刻派人在学校周围 决第三次也要找到他 是 周秘书 三天后的宝宝宝宝宴 警总方便参加了 参加 那真是我寒假的荣幸啊 我一定会好好安排 让宝宝宝宴 万无一失 爸 哪个该死的大人 我弄死他 闭嘴 打我的人是警总的秘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挥挥手就能让我寒假 在江州消失的无上权贵 你想害死老子吗 慌慌张张的干嘛 我 我好像闯祸了 我好像弄死了一个扫大街的 他有个女儿也是长青藤的 叫唐苏 什么叫好像 要死就死个彻底 斩草除根 送他女儿一起下雨陪他 三天后警总会亲自参加你的保充晚宴 你要惹或给我影响了保充晚宴 我扒了你的皮 是 医生 我爸怎么样 病人醒过来的几率极低 需要长期治疗 你先去准备一百万的医药费吧 一百万 我 我去拿准备一百万的 没有钱就让他去死啊 韩小静 你是个魔鬼 是你害了我爸 你妈妈还给我 我扯什么啊 是那老婆自己磕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懒得跟你废话 你还我爸医药费 一百万 一百万啊 可以啊 我给你爸烧的地底下去好不好 韩小静 你这个疯子 你要是不拿钱 我就去报警 你看路上都有监控 你们害了我爸 一个都别想跑 你们要干什么 当然是和你 好好聊聊的 妈妈 公才 根据调查 大小姐的养父在学校马路边受伤 被送到这所医院 大小姐正在陪手 我刚才竟然错过了所属 去病房 是 你们现在打我的每一下都是我送你们进监狱的证据 唐思思 你真硬气啊 还敢跟我叫小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小静 你打一打了 骂一骂了 现在 立马给我一百万 我保证不再追究你们任何责任 如果你耽误了我爸的治疗 只要我活一天 我就给你们死告到底 把你们偷偷都喝过去 那你就跟那老东西一起去死啊 动手 果然是穷人啊 贱人就贵 那狗腰尾巴都情啊 医生 不是 我男人呢 吵死了 我可是有钱人哎 这里我早就打过招呼了 没有人会来的 不要 不要 你放了我吧 我不要医药费了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长青城学霸 第一才女唐苏苏竟然也能低头啊 好啊 会想 好好说你是因为作弊 才导致保送金和取消的 你爸受伤呢 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 我就快放了 我过来 我过来 怎么说 还搞定 是因为我作弊 才导致保送名额被取消 这个名额 应该就属于你这种尖子上 我爸的伤 也是他自己摔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想要额你的衣服 都录好了 录好了 小俊姐 这视频咱们到时候回去好好欣赏 这些录音嘛 咱们到时候单出一个 这样就能洗脱杀这几人父女俩的嫌疑了 做得不错啊 难道我真的 注定一辈子都是穷人吗 终于要被这些有钱人欺负一辈子吗 该送他走了 总裁 小姐就在前面那间密封 苏苏 我终于要见到你了 啥 祝俊 你到底会放过我爸的 蠢货 送他上路也是放过他 总裁 大小姐就在前面那间密封 不好 苏苏好像遇到危险了 小姐 你放过我爸 有什么事冲我来 本来就要冲着你来的 今天不仅那个老东西要死 你也要跟着一起死哦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不要 怎么会 你有人 护士说的 就是这一件 爸 你个穷鬼不会真的指望有人来救你吧 不是的小姐姐 你说他万一再叫过来一群臭小大街的 这样我们也会很苦恼 你们这样害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 白痴 报应呢 是为了护士那些穷人吧 而我韩式集团 背靠警示公司 三天后的宝冬宴会上 更会有警总亲自参加为我祝贺 哎 可能老公姐 这不是一些钞票而已 小怪啊 主管你是不是太低贱了 小真姐 这管药只要全部打进去 他就必死无疑哦 而且没人能查出他的死因 只会以为卡呢 是心脏骤停而死 还是你鬼点子多 不要 不要 滚开 你们谁也别想伤害我吧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啊 你们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不对 是苏苏的声音 一定是他 我能感受到 他很痛苦 有人该欺负他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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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扎着你 你 不开始了 我拉死我 我小姐 不就在是错误 我要回家 你不会呀 素素等我 一定要等我 苏苏太 医生 快叫医生 总裁 别担心 只是从而楼拴下来 小姐一定会没事的 是谁把素素害成这样的 我要让他们操骨杨晖 你们都给我记住 你今天谁也没见过 唐素素那件 伤害素素的人肯定还没走远 马上封锁整个医院 是 杀死我了 这个男的也太吓人了 刚刚活颜了 你懂什么 这种男人才是极品 你别看他现在一副 生人物尽的样子 到了床上 那就是霸气狼狗 当然了 小静姐 这种极品男人都是你的 像唐素素那种贱人 根本不配 总裁 小姐刚才就是从这赛下去了 凶手呢 根据监控 把小姐还成这样的 正是刚才我们在电梯里遇见的 那三个女孩 该死 不 不 不要生我了 爸爸 你终于醒了 刚刚是你救了我 我爸爸 我要去找你爸爸 小姐 你别动 你爸爸已经被抢救回来了 别担心 没事了 您是 秦总 你认识我 不只认识 你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妹妹 警示集团 唯一的继承员 警家签租 警示送 你三千九年 我顺嫂丁 九四年 家里一直都在找你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用了二十年才找到你 我 我真的是 青山大小姐 你真的是我哥哥 素素 这些年让你受苦 既然你在长青龙读书 那哥哥就把学员书来送给你 当见面人 哥 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我妹 是组家大小姐 警示集团唯一的就是 我现在把聪承员给你 你马上就身家送给你 这个目标的精神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们警家 在江州 在大厦 在群群 代表的就是特许 无人可惜 对于西富人的三国 我会让他们全家在海城消失 我会让他们全家在海城消失 原来 这就是给哥哥保护的感觉 哥 你对我真好 不过 公司 还是你先继续管理吧 我想先保密身份 先到社会上锻炼一下自己 至于那些私承 三天后 是韩家为韩晓静 举办的保送宴会 我会在那场宴会上 让他后悔终生 好 你想做什么 哥哥东东 韩晓静 现在 跟你血战血肠了 爸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什么 我正在收保送晚宴的礼物呢 做完美的 哎呀爸 你就放心吧 明天你女儿我呢 会在保送晚宴上大放光彩 让情绪满意的 大小姐你来了 周秘书已经吩咐过我了 我陪你去晚宴 处理韩家 抢你保送名额的事 张校长客气了 这件事情 我会自己处理 不 大小姐 你喊我小张就行 这是我的名片 你有事 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 来来来 让我们举杯好好敬一下 我们长青长新的第一财女 小静姐 成功保送警示集团总部 一个保送晚宴而已 没什么 保送当然没什么了 毕竟每年都有 但是今天这场晚宴啊 万人之上的警示集团警总 会亲自前来观礼 这可是无上的荣耀啊 小静姐眼看前途无量 这跟陆大学霸 更是强强联合了 到时候啊 我会多多提拔你们的 恭喜 咱们再来干一次杯 来 恭喜就没必要了 韩小静的保送名额 该还给我 唐素素 上次没摔死你 你的命可真大呀 居然还有胆子跑过来送死 我要不过来 怎么看着你死 怎么感觉这个土包子 跟原来不一样了 线人 你是跳楼脑子摔坏了吗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 这是小静姐的保送晚宴 你居然敢在这儿 不言乱语 你想死吗 唐素素 你现在最好闭下你的狗嘴 从宴会里滚出去 我还考虑送你 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让你和你那扫大街的废物爹一样 当你一辈子的植物人 你敢打我 你抢了我的保送名额 还敢威胁我 我就算撒烂你的脸都不过分 你可贱人 你死定了 巴 刺激 保安来了 也只是把这个土包子 赶出保送玩意儿而已 我来帮你教训他 唐素素 你敢污蔑小静 现在跪下 给他道歉 陆辰 你成天标保自己是高速率学霸 在我看来 这是个蠢货 你 你觉得 你韩小静平时的考试成绩 他能获得这个警示集团的保送名额吗 平时那些小考试呢 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警示的保送名额呢 是校长亲领的 就是 你竟敢去一校长你的眼光 喂 唐素素你够了 其实连作业都不交得住 怎么有脸说是小静姐抢了你的保送名额啊 我记得好几次考试 唐素素可都交的白卷 她要是能被保送进警示集团 那我不就做地上江州首富了吗 一群白痴 唐素素你什么意思 你要把所有同学都得罪一遍吗 其实你们都知道 我每一次写完的作业 都会被韩小静给丢到垃圾桶里 我交白卷 也只是因为 我每一次写完的考试试卷 都会被韩小静给抢走 而你们 不但冷漠旁观 现在还在助纣为虐 你们 韩小静更可恶 那是你活该 你一个扫大街穷鬼的女儿 偏偏想挤破脑袋 进常青藤这种富贵学校 自打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注定是被所有人吐气地走 唐素素 你那个职务人爹 没把他扫大街的扫把传给你 你赶紧拿出来 把这扫干进来 对了 扫把子 是该好好打扫一下 这里的垃圾 唐素素你放肆 你这个死战难公鬼标语 天本娘真的是瞎了眼 现在会看上你这么个狗东西 唐素素你疯了吗 我的脸受伤了 你躲呀 打扫得干净一点 唐素素你住手 不想要长生成的毕业症了是吧 你搞威胁我 威胁你怎么了 你一个扫大街的女儿 没了常心疼的毕业症 出去之后一文不值了 贱人马上跪下来向我们道歉 否则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不能这么便宜他 今天可是全球首富 景总亲自参加的晚宴 他居然敢在这里捣乱 要我说啊 叫连作 不光他等 连他那个扫大街的爹 也一块扔侧嘴 天天为他给欣赏 紫书啊 要是让景派知道你今天这么羞辱我 你们一个也跑 贱 你敢扯景总的活 你是想要带着我同学一起给你陪葬去吧 滚 唐素素你闹够了没有啊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你只是个穷人 根本没资格跟我在一起 入城 你家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你好好照照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看上你啊 你 阿晨 你跟这个废物废话这么多感 我爸可是几次江州的负责人 只要跟校长打一招 他就要一辈子背负 被常青城开除的屋里 在江州待不下去 校长是吧 也是 常青城太乱了 是让他出面 好好清理一下垃圾 小张 你立刻来宴会大镜 小张 这是你给校长的备注啊 我看是你在外面发骚 勾引的哪个野男人吧 就是 小金姐 她一个小大街的女儿 怎么可能会有校长的电话 贱人 今天可是有警董亲自参加的保送晚宴 你居然敢找一个野男人来冒充校长 我看啊 你这是自寻死路 蠢祸 常青藤是全国民校 张校长更是笔尖江州一线 小金的爸爸都不敢给张校长备注小张 你居然敢撒一个米天大黄 唐苏苏 现在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你虚伪一面 我要是你啊 就灰溜溜的吻出厌尾 在家等着被开除的通知吧 爬男人床的建筑 没资格留个长青藤 赶紧开除他吧 不知道身上有多少脏病 万一传染给我们怎么办 开除唐苏苏 开除唐苏苏苏 我知道 你们现在都以压务为荣 但想要开除我 你 你 还有你们 钟 姐 现在是所有的同学连续要开除 你一个穷人 不过是在垂死挣扎罢了 放肆 我看要开除的人是你 放肆 我看要开除的人是你 从苏苏苏一个没身份 没背景 全滚 怎么可能一个电话 就把张校长叫过来 校长不是最不喜欢 这种商务场合了吗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 该不会 真的是唐苏苏打电话叫来的吧 校长好 校长 你怎么来了 有人竟敢在保送晚宴上闹事 我怎么能不来啊 小金姐 你可真厉害 连校长都给你撑场面 校长 就是这个贱 敢在我的保送晚宴上导弹 你给我开除他 你的保送晚宴 韩晓静是吧 我常青藤保送警示董部 唯一的名额 是给唐苏苏的 你又是哪里蹦出来的野猴子 校长 我爸是韩晋涛 是警示江州的负责人 少拿韩晋涛来吓唬 你抢了唐苏苏的保送名额 你爸也得跟着倒霉 你爸 警示江州负责人的位置 马上就丢了 我早就听说过 韩晋涛的女儿 仗在家里面有钱有势 平时没上藏人东西 警示集团 好歹是全球第一财阀 怎么会允许韩家这颗老鼠屎 带坏了警示的名声啊 那不是最近回忆在江州 创造圈的小路吗 你怎么和这种女儿在一起啊 各位 我今天只是来参加保送晚宴 其他的事情 我一件都不知道 肯定是这个贱人 找到校长 他搞的 他以为这样就能搬到 孤独 校长 您万一我也要凭事实说话 我确实是凭实力 被保送进来的 您看 这是保送书 是所有的同学和老师 取见的 您千万别被这个婊子给骗的 像这样的品责办法取舍 您就该开除他 唐小姐 你看这份保送证明 是公正的吗 暗箱操作 你 听到没有 唐小姐说了 这份证明是暗箱操作 该被开除的人 是你 秦董 小姐说过她想低调 能这么大张旗鼓的来喂她吃头 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也是 那我先进去 姓张的 就凭唐叔叔一句话你敢打我 你疯了 你的成绩 我早已掉 你连集合都打不到 怎么会被保送 我看你就是恶意 笑话了唐叔叔的保送名额 像你这种账 没有资格待在我长青藤 我全部 你 被开除了 开除 我爸可是警示江州负责人 我韩家在江州的地位无人感动 感动我 你会后悔的 从你招惹唐小姐开始 你们韩家就没有未来了 何谈让我后悔啊 校长 刚刚韩小青深厚的这两个人 闹得也挺 唐叔叔 我求求你 求求你 不要让校长开除我 我爸要是知道我被常青藤开除了 他会杀了我的 唐叔叔 您当然有大量 就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吧 就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吧 给我起来呀 你滚开啊 韩小青 你这个死我把心 都是你害了我们 韩小青 这两人 不是你的死忠狗腿子吗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唐叔叔 你小得意 你不是喜欢陆晨吗 他现在不也是心甘情愿做我的男人 是吗 陆晨 你也火同韩小青 欺负唐小姐了吗 哎 校长 您误会了 都是这个韩小青 他骗我来参加保送晚宴 校长 您误会了 你千万别开除我呀 你以为你在学校 羞辱唐小姐的那些话 就没人知道吗 你 也被开除了 你个贱人 你把我害死了 阿陈 你小听校长吓唬人 我爸可是韩振涛 在江州无人敢动我 韩小青 在校长面前也敢大放崛起 学校是个神圣公平的地方 不是你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就可以胡作非为道 我韩家就是江州的天 我韩振涛的你 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无管无天 韩总 韩小青犯错了 就该按照校围处罚 张纪远你是常青藤校长当救 把脑子给当坏了 作为校长你应该知道 常青藤被警示集团收购的消息 据我所知 警总收购常青藤 正是要把常青藤送给本届最优秀的毕业生 你们说 常青藤本届最优秀的毕业生 是谁 本届被报送警示集团总部的 真小青姐一个人 经总居然把常青藤送给小青姐了 常青藤真是人才积极 坚�把他送给小静姐 可见对小静姐的重视 以后小静姐可要飞黄腾达了 小静 其实刚才都是误会 唐素素 现在常青藤是我的了 你说我开除你 容易吗 小静 你脑子 乱得挺撑 你敢骂我 张纪远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这个贱人开除 拉入江州学界黑名单 正合单位不可录用 不然的话 你这个校长就别当了 唐小姐说的没错 我看你就是脑子进水了 常青藤最优秀的学员是谁 我作为校长 心中一清二楚 当然是唐素素了 而且 这学院 警总也送给唐素素了 那校长都这么说了 难道这学院真的被警总送给这位信堂的女孩了 听说警总已经找到唐妹妹了 难不成这唐素素就是警总的妹妹 有没有找到 肯定是韩准就有发言权了 她可是警是江州的负责人了 警总的妹妹是找到 但是因为一些意外 还在住院 张纪远 你作为常青藤的校长 竟敢让一个扫大街的女孩冒充万人之上的守护妹妹 你这个校长也当到处了 哦 我明白了 唐素素啊 你是不是趁这几天爬上了张纪远的床 让他帮你在我的保送面会上捣乱的 要是常青藤没有被收购之前 我还可能会忌讳张纪远 现在我是全球首富警总 经典的常青藤主任 你那些下贱的把戏在实力面前一无是处啊 听得不错 放肆 韩小静 韩震涛 你们敢这么诋毁庞小姐 你们已经闯下刀天大祸了 等警总到了 你们就死定了 滔天大祸 我看该倒霉的是女人吧 但大包天的伪装警总的妹妹 可又连性都不尴尬 你们这点无知的把戏 能骗得过谁啊 现在 我以江州负责人的名义 号召常青藤所有的高层 解雇张纪远 开除唐素素 我三管学院 支持韩总的决定 解雇张纪远 开除唐素素 我管理学院 支持韩总的决定 解雇张纪远 开除唐素素 我理工学院 支持韩总决定 解雇张纪远 开除唐素素 解雇张纪远 开除唐素素 唐素素 你看到没 我家背靠警示集团 就能让全校的人 都支持我家做的任何决定 这就是全是滔天准 独有的权利 你一个扫大街的女儿 就算把下面拥烂了 也伤不了我笨号 你现在还不马上跪下 就磕头当狗 有道理啊 放肆 你竟然这么羞辱我韩震涛的你 来人 给我拿下 住手 能给我妹妹当狗 是韩家的荣幸 韩震涛 你有什么意义吗 哥 你怎么来了 我若不来 我妹妹几时要被人欺负 你是唐素素的哥哥 好得很啊 你们兄妹俩 竟然敢在 锦总清零的晚宴上闹事 伤了我这个锦总 最看重的晚会主角 你们完蛋 放肆 敢遵这位无礼 你知道他是谁吗 张继元 我买下学校送给我妹妹 是让你看着她被人欺负的吗 对不起 京总 是我没有保护好大脑姐 什么 景总 她真是警示集团的总裁 那这个女孩 真的是锦家大小姐 你就是韩震涛 警示江州负责人 白痴 我挂的名字也是你能喊的 你是唐素素在哪找的演员吧 伪装高高在上的景总 还敢来宴会闹事 你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滚啊 今天这场宴会 是你们求着我哥哥来的 今天这场宴会 是你们求着我哥哥来的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我爸请的呀 可是万人之上的全球首富 景总 而不是你这个给景总 皮鞋都不配的狗东西 韩家如此嚣张 还真是几次内部监察的失职 周扬立刻来保送晚宴 经理门户 周扬 那不是景总秘书的 可若他真是景总 那周秘书 平不寸步不理呀 看来 他真是演员了 够了 景总也应该快到了 这戏 也该结束了 你们 上 把这个穷鬼给我丢出去 还忍套 你敢对景总下手 你豁腻了吗 景总 他要是景总 我还是景师创始呢 你刚才不是挺的 你们都给我动手 打餐了 我负责 放死 谁敢对景总不敬 周秘书 您来了 都怪我没管理好晚宴 居然让两只乱叫的狗 给混入进 您先做 我马上就处理完了 就是 几个贱 几个穷鬼而已 周秘书不必要理会 你们好大的威风啊 周秘书 景总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你还有脸题景总 江州分公司交给你这种 连景总都认不出来的蠢货 把景师集团连都丢尽 周秘书一定是怪我 迟迟没有处理好这两个冒饭货 所以景总才能出现 周秘书教训的是 是我蠢 我差点被两个骗子给骗了 耽误了迎接景总 你说他俩是骗子 没错 周秘书你都不知道这个贱人有多可恶 他嫉妒我出身好学习好 别有警示的保送名额 他就跑过来污蔑我 说我抢了他的保送名额 我们学校的学霸路程 他可以替我作证 我是冤枉的 周秘书啊 这个土包子是扣他解破烂的老爹 天天给他解破烂 送去上进口的 他就是个骗子 您别被他给骗了 照你这么说 穷人就该一辈子穷下去 当然 穷人就要一辈子扫大街 当社畜 给我们有钱人打工 那正好 现在 在我眼里 您就是穷人 该轮到我来 扶散你了 该轮到我来 扶散你了 白痴 你以为请个演员 却真能成为有钱人 唐素素 你现在尽管嘴硬 一会儿啊 我就要全场的人 教你嘴软 我让你过来 适当电线干的吗 韩正曹 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 周秘书谬战了 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就觉悟很高 知道怎么维护 我们有钱人的权利 您先坐 我马上啊 就把这人给清理了 别脏了您的眼睛 我看 该清理的是你们 周秘书 您这是何意啊 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你知不知道 你得罪的是我们 是啊周秘书 让韩家死 就应该让他们死得痛快 不要破了我的身份 韩正曹 你教的好女儿 打着你的旗号 在学校里霸凌藏小姐 并抢走她的保送资格 教你无方 已经传到景总那儿了 真是把我警示集团的脸 都丢尽了 现在我宣布 取消你警治江州负责人的职位 什么 景总已经知道 保送民责的事情了 周秘书 刚才这两个人 蒋万景总和大小姐 闭嘴 这两个人 是你得罪不起的存在 今天你要是否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你韩家 也不用存在了 你这个孽子 我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个蠢货 我 我打死你 爸 爸你别打了 大小姐 大小姐 您看这个事处理怎么样 哥 我不想看狗咬狗了 那我们走吧 姓安的 你疯了吗 女人都要被你打死了 她要不是我亲生的 就凭她冒领 保送名额的事情 传到景总那儿 我都得打死 小静茂领的 不是一个扫大街女儿的名额吗 她又不是景总的妹妹 景总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扫大街的女儿 难为你这个江州负责人呢 景总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扫大街的女儿 难为你这个江州负责人呢 他妈的 老子被耍了 这肯定是保送晚宴出事了 景总不来参加了 周秘书就借机敲打我 那那我被开除的是 你怕什么 就算我不是江州负责人 我们韩家在江州也是一线家族 这段时间你多老实点 等风声一过 我就给你恢复学技 小静姐 你可不能丢下我们啊 小静姐 我们可全靠你了 都呜呜呜呜的像什么回事 韩叔叔你敢害我 你弄死 叔叔你 嘘 先别说话 对不起啊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怕有人跟出来 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哥 你 对不起司祖 今天是我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吧 这江州的产业啊 我都已经让人买下来了 以后你去哪儿 都没有人敢欺负你 明天 我带你去江州最大的白金会所看看 嗯 天哪 你这一言什么呀 他可是你哥哥呀 欢迎京总 大小姐 光临 这么大阵仗 你马上毕业了 社交肯定不少 社交肯定不少 以后 这白金会所你随时带人来 我让他们24小时运验 是啊 大小姐 以后您来说一声啊 保准一切 安排妥当 你个扫大街的孩子 你配得上吗 韩小敬 现在 再换你当穷 都安静点 明天班机聚会 小敬节起课 所有人必须到场 都听见了没 韩小敬不是要被开除了吗 怎么还有闲心搞同学聚会 你不说什么 我还是是江州一线女孩 就算张继元要开除 我一定要走上去 再说了 你们真觉得一个扫大街 穷人的女儿 通过爬床毁了我的保送宴会 就能撼到我有钱人的地位了 还真能放大街 看什么看 我爸就是个扫大街的 有本事 你把我开除 你 你少消长 我跟你个穷人计较 明天呢 想去白金会所的 直接去找夏雪还有黄英报名 那是我家的会所 所有的消费 你单 白金会所 那可是江州顶盛的消息窟呢 天哪 白金会所可是江州商机大佬都喜欢去的地方 听说呀 那里面的服务员经常野鸡变凤凰 没想到居然是韩晓静你家拍的呀 低调低调 韩晓静家里这么厉害 我马上要被开除了 它是我唯一的机会 陆成 你明天去吗 既然你都开宁口了 我当然得去了 白金会所吧 我经常在那儿跟江州的户口 一起谈合作的 陆成你可真优秀 说不定这次还会有新的合作机会呢 白金会所 那不是昨天哥哥送我的地方吗 什么时候变成韩晓了 唐苏苏 看在同学一场份上 赏你一次去白金会所 开玩的机会 哎呀 苏苏啊 记得呢 别穿得跟个臭药饭去的对手 白金会所名留会计 我们小金姐跟你 可丢不起那个人 好啊 我倒想见识一下 韩家 在白金会 怎么说 韩晓静 猫追老鼠这件事 还是 哎呀 好 妈舅舅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刚刚在同学那边都颜面扫地了 你把我历死 可是这白金会所 刚被景总买出来送给他妹妹了 那不是更好吗 景总的妹妹 可是仅仅是总部的人 肯定没有时间去白金会所 那好吧 注意点啊 我就知道 景总对我最好 哇小金姐 我本来就好看 这么一化妆 简直没有天仙了 小金姐这件礼服 是最佳价量版最新款吧 那是 这可是全球限量款 仅此之类 上次宝宋天辉 我爸觉得委屈我了 特地买了送我来 那一会儿陆成来了 陆成又为你找你了 陆成说他有事不来了 他怎么能这样 不又是唐素素那个贱人 最好别让我查到 是唐素素那个贱 我稍受不了他 小金姐 听说最近医院那边 来了不少专家 听说是给唐素素的爸爸治病 看样子啊 那个老东西 很有可能会醒过来 醒过来有什么用 我们能送走他一次 就能送你他第二次 嘘 打打杀杀的多会次 一会儿唐素素来了 可要给他好好留念 看看他一个穷人 在白金会所前的自残行会 哇 定制版的阿尔法这也太帅了吧 能从这种顶级豪车上面下来的人 一定是江州天花板存在的名流呢 天哪 这不是唐素素啊 唐素素是爱那些女佛 怎么跟小金子的一模一样啊 唐素素 你给我等着 唐素素 你穿着给我同款的高宝货 是打算去白金会所勾到哪个有钱的金主啊 是黄鹰让我穿好点的呀 可我也没想到会撞衫 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唐素素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 你个扫大街的 就算穿上奢侈品 也只是表面上的尊严吧 在我们小金姐眼里啊 屁都不是 唐素素 你这又是租豪车 又是买A货撑厂子 这可不少钱吧 昨天晚上没少卖吧 你还合得拢吗 嗯 好大的骚气 好臭啊 你们就这么自信 豪车是我租的 我穿的是A货啊 豪车都已经开走了 你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但你身上这件衣服 一个扫大街的女儿 跟我们小金姐穿同口 还是全球独一件的 你这要不是A货 我管你叫妈 那这声妈 你可真的叫 您好 尊贵的C家赤尊会员 您在C家订购的 钻石高定适量套装 价值两亿元 全球限量 几亿套 祝您穿着愉快 我就说嘛 韩家现在已经不是 江州第一世家了 怎么有能力买得起 全球锦一线的高定吗 唐苏苏之前被韩小金 欺负得那么惨 现在却在警总来江州 找妹妹后逆风翻盘 难不成 她真的是警总的妹妹 这可是C家的防伪电话 现在 还有人质疑吗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身上这叫 怎么可能是真的 乖女儿 这叫妈了吧 你休想 你刚才打的 肯定是虚拟号码 就是 我们小金姐怎么可能穿A货 小金姐 你赶紧打个真正的 C家防伪电话给她听听 让她知道什么叫做愚昧无知 这白痴 我身上真的就是真A货 够了 在会所门口吵吵闹闹 你们也真不嫌丢人 唐苏苏爱慕虚荣 喜欢撒谎 不是一天两天了 衣服的事到此为止 我今天就带你去白金会所 好好开开眼睛 记住啊 来我们白金会所镇 那都是上国社会的人 你在这好好干 但以后肯定有的刺激了 大小姐 你 您怎么来了呀 我马上给你安排至尊包厢 噓 同学聚会 你先去忙吧 不用特意招待我 免得暴露我的身份 好好好 大小姐 您叫我小张就行了 有事叫我 给我查清楚 大小姐到底在哪个包厢 把最好的酒水都给我送过去 有求必要 一定给我照顾好了 是 哇 黑桃A 路易十四 人头买 还有八二年的拉费 这一桌子都是好酒啊 加起来都能买一辆车了 小金姐 你出手可真大气 之前舅舅明明说 只给我上最普通的酒水套餐 这些服务员 怎么端上来的都是这么贵的 大小姐 这些都是张经理派我们送过来的 您有其他需要请随时叫我 我都说了要低调 超乡怎么还搞这些 知道了 下去吧 张经理呢 是我舅舅 他在买下白金会所之后 就送给我当保送礼物了 我之前一直没有时间来 然后他就一直在这里管理了 所以就是张经理说的安排普通酒水套餐 你误会了 我说的大小姐是 那个 你是不是记错了 这酒水是张经理让你送给景大小姐的 对 大小姐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是 不好意思 大小姐 刚刚没有认出您来 实在抱歉 废 再有下次直接开除 滚 是 哇 小静姐 是不是以后我们来白金会所 报你名字就好使 大家想来 随便 小静姐 你刚才训服务员的样子太霸气了 妥妥的女霸总啊 小静姐 像你这样家世贤费有钱有权的名媛 还能放下身段和我们这种普通人一起聚会 真是我们的荣幸啊 是啊 我就没见过比小静姐更加贫义近人的白富美了呢 以后逼了一夜 还要拜托小静姐多多罩着我们呢 放心 大家跟着我 有肉吃 唐素素 知道你没吃过没见过 至于笑这么大声吗 丢人心 小静姐 你现在是身份高贵的名媛 犯不着跟她一般见识 免得掉了你的身份 身份 谈小静 是什么身份 唐素素 你脑子是坏了吗 小静姐的尊贵身份 长相当谁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毫无廉耻的笑霸 哦对了 还是个偷别人成绩和保送名额的贼 唐素素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上次保送名额的事 不过是被你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们小静姐不跟你计较 是因为她心胸大 韩小静想跟我计较 她 打了 唐素素 你这又是爬上了哪个男人的床 让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小静姐 你好心好意带这个贱人来见世面 她不但不领情还这么欺负人 我现在就给她点教育 唐素素 嘴臭是吧 你现在就把这瓶酒给我喝干净 然后跪它给小静姐道歉 不然等一会我叫来白冰会福的保安 可就要倒大 都要喝光啊 不喝光怎么洗干净你这张臭嘴 来 好好喝 洗干净你的脏嘴 唐素素你疯了 你居然敢在小静姐的地盘闹事 我的手 我个贱 你们终于忍不住 要开始当众霸凌我了 下雪 该打就打 这可是小静姐的地盘 出了事有人盗着 是吧小静姐 疯素素 贱人 我闹死你 下雪 你脑袋流血了 唐素素疯了吧 从来没有人能在白冰会所闹事后活着离开的 小静姐 快叫人 这可是你自己的事 舅舅 快到888号会所 这里有人闹事 唐素素 敢在我的会所闹事 你死定 哈 我倒要看看 今天这白冰会所 谁能动我分号 哪个不张眼的女人敢在白冰会所闹事 舅舅 就是这贱子 把我跟班打了 还想偷偷在我酒里下药 拜发白冰会所的名声 张经理 我的头流了好多血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嘿嘿 好呀 我管理白冰会所二十几年啊 还是第一次看到赶在我眼皮底才闹事 他还动手是吧 我今天打断他 张雄 你要打断我哪儿啊 姐 你完了 我舅舅最疼我了 你把他气成这样 你死定 唐素素 赶紧跪下来给小静姐道歉 你什么时候刻的头全是血了 说不定还能捡回这条劲 我好怕怕 张雄 你的好外甥们 联合着几个狗东西污蔑我 这事你怎么看 还怎么看 当然是你跪地怜悯了 你个蠢货啊 你才该跪着撤回 舅舅你疯了 你打我干什么 你招惹景大小姐啊 我打死你都是轻的 舅舅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这哪有什么景大小姐 难道你说横苏苏是景大小姐 可她姓唐啊 你可闭嘴吧 来 请看清楚啊 这位就是景大小姐的贵客 你是真白痴啊 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塞回你妈肚子里啊 来人 把她拖出去 这 这怎么会这样啊 唐苏苏什么时候成为景大小姐的贵客了 我们之前那么欺负她 以后怎么办啊 快 等等 她不是喜欢用这个来抹黑谣言吗 让她自己吃了吧 景大小姐 这也不太合适吧 不想干了 掐住她嘴 灌进去 景大小姐 应该这样合适吗 把她给我丢到大街上 让她自生自灭 张兄你疯了 你白金会所的身份也不过是求我爸得来 你一个穷打工的 要让我爸知道你是你硬的 不对啊 白金会所不是他舅舅送他的吗 怎么又变成了他舅舅是个穷打工的了 难道说 白金会所根本就不是韩小静的 可刚刚桌子上那些点费酒水又是怎么回事啊 白金会所从始至终都是景大小姐一个人的 今天的酒水也是因为唐小姐丽临 我奉整大小姐的命令才送过来的 韩小静 不干吗 想要尊严吗 你一个穷人 拿什么跟我这种有钱人的朋友斗 贱人我杀了你 你真该死 诶 别打 你要是把他给打坏了 我这价值两亿的裙子找谁赔啊 七个破裙子价值两亿 你额钱呢 看好了 这是购买清单 记得原价赔偿 方兄 这是我对你的信 我相信会处理好的 好 你慢走 刚刚还有谁得罪大小姐了 这帮狗东西 给我回来 你是真蠢啊 两个亿 那是小叔吗 舅舅 把他给我丢出去 别让他找了景大小姐的 白心会说 据悉 前江州第一世家 韩家大小姐 韩小静 被报私生活混乱 当街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 这张雄 对自己侵犯生命 也够狠的 没想到 韩家人还敢招人 我这就让他们在江州 彻底消失 哥 你就不用多管了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报仇的 好 哥哥都听素素的 我哥哥怎么这么说 又是当了老婆 陶素素 你在想什么呢 那可是你哥哥 你这个阴影 有人有赔钱 我 我以后在江州还怎么采取头 我今天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 我都不信韩我 韩俊涛 你要再敢打小静一下 我就跟你拼命 你 你还有脸 护着他 他就是被你弟弟给毁了 小静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可真是舅舅舅搞错了 他把唐叔叔 成了底大小姐的朋友 然后唐叔叔 就趁机 用A货 额我 竟然还信了 让我赔她 两个月 竟然是何人 那这个钱还赔个屁 不赔钱最好 要是让老子赔钱 我马上就跟这个孽宇断绝妇女关系 整天惹事生非 常情谈你就别去了 明天给我滚去上班 我不想去上班 你还有脸闹 你看看你做的什么荒唐事 让韩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要不然你爸也不至于这么生气 现在你那些同学 都知道你干的那些破事了 哎呀 把韩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真命吧 老子姨 你这个借刀排成这样 我不会吧 哎 你们听说了吗 韩小静还没等开除审查出结果 就自己退学了 好像是因为唐苏苏的关系 但是他爹不是小大街的吗 他怎么能跟景大小姐盘上关系啊 我 你们可不说什么 我们小静姐是去实习了 管好你们的臭气 要是被小静姐知道了 让你们吃不了兜辱了啊 夏雪 你说自从景总来江州之后 我们就快被唐苏苏打成狗了 到底是走什么狗使用 这来不及了 跟踪大小姐 走 给 哥 你堂堂大总裁 能不能干点正事啊 我都已经点过外卖了 你还给我送饭 外卖多不健康 而且 你不是也不要西行酒店 酸酸的营养餐 所以我就只能亲自送了 这么乖的妹妹 哥哥当然要好好躺 你那唐苏苏最近真够带上有钱的 要不得最近这些 不过我总觉得 那有钱有点眼熟啊 油嘴滑舌 你快去忙吧 对了 我查过那个路程了 我发现 它不是真的路程 只不过是冒充江州航门的 但是 它被长青龙开除后 公司也被我封杀了 现在就只能靠到送外卖生活 这个才是真正的路程 你注意点 下次不要被骗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幸好当时被路程了出去 刚才那男的好帅啊 这女的不也挺漂亮的吗 天生一对 胡说什么呀 我怎么可能 会和我哥天生一对啊 什么狼才女抱 分明是小三思会情夫啊 怎么又是你们这两对老鼠屎 唐素素 你这个公交车每天上这么多课 你不累啊 是哪个精神病院抢倒了 把你们这两个傻圈给放出来 想抹黑人 得拿出证据来吧 这就是证据 我都拍下来了 你要是不想让我发到论图上的话 我现在就去联系校教 把我俩婚死学籍 发 你发是我养的 我都有你乱勾搭的照片了 你怎么还这么硬气啊 你以为我真不会发是吧 就是 你一个小大街的孩子 怎么可能穿高定坐豪车呀 原来是帮上大款了 也是 就你这种情人啊 也就剩这种上升渠道了 你脑子有病吧 什么大款 那是我哥 哥 那是卖肉给你撒成的大哥吧 唐素素 你真以为我们傻呀 要不要 我俩给你介绍几个大主顾 他们给的少费 肯定比那个野男人给 你特意见错了谁啊 贱人 你要是想一劳永利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认识一下 我们他扫院子的大爷 人家可是拆钱货 拆了好多房子 他手里 悬钱多得很 你抱上他之后 也不用跟你那爹住你的破坊 你怎么这么说呢 唐素素毕竟跟我们同学一场 怎么能给他介绍老男人呢 你听说啊 那老头有个儿子刚出入 年轻力壮的 你应该会喜欢 到时候啊 你可以两个一块勾的 你们对他家人这么了解 看来很少听的 唐素素好像给你找赚钱的商业 你怎么还我黑我 贱人 你不会以为小金姐走了之后 你就有机会跟陆成了吧 我告诉你 陆成就算是没有学习 人家的前途 那也是一片大好的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个表 陆成 你们这么崇拜他 那我就把他让给你们 看 他来了 追吧 谁是阿苏 我 陆成 是你啊 陆成 你怎么穿着送外卖的衣服啊 你不是拿着家里的钱 去投资当老板 你现在怎么叫送外卖啊 哦 我最近准备投资一家那个 富人门UPP 所以自己送外卖了 正在做市场调研 陆成 还想装困 陆成你好厉害啊 又有新的投资了 新的投资 你之前的公司不是破产了吗 哪里来的钱 唐苏苏 那唐苏苏你有病吧 人家就算陆成自己做成了 他家也是江州世家陆家独子 妥妥的富二代 家里不充足 富二代 那为什么不去请人做市场调研 非要自己亲自风吹日晒的送外卖啊 富二代的心是你个穷人懂事啊 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优越 做这种事情算是体验生活 你应该从小在穷窝里出生 怎么能走开 是啊 我经常体验别的生活 家教啊 牧务员啊 也都是市场调研 那种苦瓜你不懂 我还有别的项目要做呢 周柴 这张照片的人 你认识吧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唐苏苏 你这上哪找的照片呀 不过又是你最近勾搭上的富二代 这张照片跟陆辰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啦 因为这张照片上的人 才是真正的陆家独子 陆辰 你们眼前的这位 是冒充的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陆世光网上看过呢 陆辰 你不要胡同了 陆辰 这个陆辰还真是假的 陆辰 你居然敢骗我们 为了我们之前还把你当男神 我没有骗你们 我是真的 我只是之前脸上受伤了 做了个微诚啊 你们不要听这个唐苏苏在这 胡说八道啊 陆辰 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 要是真的陆辰来了 你会不会完蛋呢 唐苏苏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针对你 陆辰 你我本来都是贫困社 应该相互扶持 可你做了什么 踩低捧高 冒充富二代 到豪门圈里面骗钱 而你所谓的创业 只不过是为了骗钱赚学费吧 你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 完全就是你咎由自取 你个贱 你给我等着 不会放过去的 等着 嘴贱是吧 你怎么还打人啊 因为你们就欠打了 既然你们被开除了 就老老实实做人 本本分分生活 要是你们以后再敢招惹我 我就让你们 一辈子都干嘛 哎呀 我怎么感觉装饰 唐叔叔好大气 呸 装什么装啊 他带友善 他能有小镇姐友善吗 不好 你们去找小镇姐搞她 三哥 有人欺负小妹怎么办 你个小丧妇啊 谁欺负你了 跟哥说 哥他们那么出道 就是他 这件人之前在学校里就欺负我 嗯 我现在都出来工作了 他还造谣我 说我找了个性无能 我去他妈的啊 他都会这么说我 他死定了 这个不懂你了 哎呀 当然 他爹就是个小大街的 哈哈哈哈 那哥 肯定来得好好开开棍 哎 给我宝贝出口恶气 我这次大三哥对我最好的 那是 嗯 来 哈哈哈哈 我操 这真人 比他们照片还好看啊 你们是谁啊 我操 同学们 你看啊 大晚上 我一个人走一路 怕不怕呀 啊 哎 你们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我哥可是景怀 我想死就滚远点 景怀 全球手术是吧 怎么呀 出于牛你也靠点捧吧 你要是选就首富的妹吗 我春儿不得 斯莱斯 可什么保镖啊 就是啊 可能 哈哈哈哈 喂 这样子乖一点啊 跟哥走 哥会好好对你的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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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星球不吃芝麻牛 上 今天就问了他 我操 啊 是个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老啊 你得玩死你 啊 小伯 劝你别多事啊 好 这真是挺懂的妹妹 他这次的观想全球大街啊 我现在可以多够我妹妹去死 大佬有命啊大佬 你你你你就是给我一百个袋 我也不敢逗你妹妹 你可还忙啊大佬 对不起我来挖了 哥 刚刚好 我也没有受伤啊 你没事吧 没事 还好你没事 我好担心我来挖了你会出事 是我没有保护好的 秦总 大小姐 这几个人怎么处置 这几个人怎么处置 这几个小妹妹 瞎了你的狗眼 快对大小姐动手 你来处理吧 现在该我跟你走一个路了 不得了 是是是 我永远不是太差 我吓了公眼 我小姐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把我当成这个K 忘了吗 行了我放了你 你背后的人 让你怎么对付我 你把他喊过来 你就怎么对付他 没人对付的 你是我一时请了歹心 傅奶奶 讲义去是吧 你把他收脚给我废了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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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就用那臭表吧 这个投降我的手势 三哥怎么样 事情办妥了吗 还要这样 你让我去对付景大小姐 你怎么想害死我呀 哎呀三哥 唐苏苏就是个小大街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景大小姐 你怎么还敢说的坏话 啊 潮子你放了我啊 我爸可是韩震涛 你敢弄你就死定了 韩震涛算个屁 唐苏苏 你竟然没事 我退你了 大小姐 你看 这人我打也打了 你快我放了呗 啊 怎么办 看来对韩家的惩罚还是原谅 让韩家破产 是 唐苏苏你个贱人 你怎么敢 我认识你 你是被唐苏苏演戏的男人是吧 看来你很有权势啊 敢让唐苏苏跟我做的 那么完蛋了 我爸可是韩震涛 是曾经江州警示徒子 在整个江州无人敢动我韩家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爸来电话了 他要知道你这个狗跟你欺负 你这死定 喂 爸 怎么了 你被抓了 韩家破产了 狂八蛋 究竟是什么人 敢让我韩家破产 人 人员成罪 我干嘛 他 我身是你 是金总的秘书 那他真是全球首次金总 那唐苏苏真是金总的妹 不可能的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韩小剑 我哥就是警察 我就是警察 我就是警家的大小姐 你口中真正的有钱人 而现在的你 成为了你口中 最唾弃的穷人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变成穷人的 自尊 不可忽 扎了 不用 脏了大家的手 让这种人渣 自生自灭 我们去看看你养父吧 他小 真的 太好了 哥 快走啊 总裁 我把该说的话 都已经告诉唐卫了 他会提起你和大小姐的婚事的 叔叔 我们的关系 终于会莫名得到 爸 叔叔 你来了 爸 谢天谢天 你终于醒了 叔叔不哭 这一次 多亏你未婚夫了 那不然 老爸就真要在床上躺一辈子了 未婚夫 行走 你 没和叔叔说吗 我 请家找新年书以外 你父母早逝 我被连连领养 你也把你收回去 就让我跟你弟姐了 希望我 一生一世好好照顾 如果你没有走 就走吧 下个月你一比一的 我们就该结婚了 哥哥 哥哥居然是被领养了 那我几个叔叔 他竟然是全球首富 要是我早点帮你找到家人 你就不用受这么多委屈了 爸 这怎么能怪您呢 您把我养大 把我送到长青城读书 这就是我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了 好孩子 好孩子 你还认我这个爸 我就知足了 景总是个能靠得住的男人 他跟我承诺过 会把警示集团交给你 照顾你一辈子 我真的希望 你俩能在一起 我知道他很好 只是 我现在还聘不上他 哥 专交会这没问题 唐叔康复得很好 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到时候 就给他安排到警示在江东的别墅序罗王 还想问你 谢谢哥 嗯 还叫哥 那 也得 总给我点时间适应吧 你再过几天就要实习了吧 我已经把你保重 警示普通员工的资格 改成设计中间了 你先数一下公司 到时候 我再给你交接总裁哥 不用了哥 我爸不愿意让我离开江州 我在江州 找到了一个珠宝公司的实习工作 你是堂堂警家大小姐 去外面打工受什么气 我现在要给你十个夜 给你开家公司 哥 我不想做指挥继承家业的废物 我要到外面闯出一片天下来 再回警察 好 都以你 如果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 你得告诉我 分 哥 我会努力成为你 站在你身上的 哥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我去别家公司实习 你保命我的身份 你现在搞这么大阵仗 我怎么去实习啊 这正常算大吗 我就是想派点人保护你 你看看 这条路上还有其他人吗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我就提前把你上下班的路 都买下来了 只管自己东西 爸 你看 这是不是汽车子吹到冷风了 来 这里边是钱 不用了哥 我是去公司实习的 不是去养生的 如果你想养生可以啊 那我就把你想去的公司买下 那 记住了 不要干扰我实习 不准暴露我的身份 不然 我就生气了 不理你了 好 去吧 不准跟着我 公众大小姐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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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送他 哎 小姐不如说了不让咱跟着我 小夫人 哎 吃饭了 小姐都还没答应呢 您是这么着急的吗 你想去非洲挖矿 不不不不 我错了我错了 谢夫人 谢夫人 这次能安排好了不 安排好了 夫人要去的SKT公司啊 上上下下都知道夫人要去实习了 否证不让夫人受到委屈 那就好 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总裁第一次谈恋吧 都给我打起精神了 等会来我们公司实习的 是一位顶级豪门大小姐 都给我伺候好了 谁要是敢惹她不开心 就给我写词人信滚蛋 可王总监 我们不认识大小姐 是啊 蠢货 人家是上流社会的人士 你们等会就看 谁开豪车 穿车视频 那就一定是大小姐了 卫瑞啊 他可没少脱关系走后门 还让你进了警总 最近暗中的SK主保实习 你可要抓住机会啊 爸 你就放心吧 只要让我见警总一面呢 我一定会抓住她的心的 这几乎她的位置啊 你一定是我的 这条路是内部道路限速三十 怎么能开这么快啊 呦 我还真没看错呢 原来是那个爹扫大街的出租同学啊 你这是女城副业 骑着电话车来着大街上扫垃圾 解垃圾是吧 你是田蕊 没错 那这个牌子的矿泉水是国内没有的 要不这样吧 我把这个空瓶子给你拿去卖了 还能赚点小钱 我以为你在脖子上放了一张科技脸 素质就会高掉 没想到你还是和初衷一样 这样你自己家有点钱就笑张不哭 多大个人了 怎么还随定人垃圾啊 垃圾呢 需要像刚刚我一样 丢紧垃圾桶里 知道了吗 好 好 好 董 邱丁大小姐来公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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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你说话了 我们刚刚才接到上面的通知 听说大小姐要来我们设计部实习 我特地带了这些人来迎接 如果你以后有任何的吩咐 都可以指挥我们的 想不到我爸爪的关系还挺 我才刚来这样子 我早就和家里人说过了 我想低调点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知道了 你们也别老叫我大小姐了 我叫田蕊 叫我蕊姐姐好 总裁 您这突然打喷嚏 会不会是夫人在背后骂您呢 你是不是太闲了 大家处理 苏苏也是 景佳是她的 我也是她 还自立更生涯 改天的去看看 肯定是我们 肯定在背后骂您用的 你和这位 认识啊 一个环卫工普通人的女儿 有资格会不会认识吗 总监 今天有两位新人入日时期 想必她就是另一个了吧 是是是 蕊姐说的对 真不知道公司是怎么烧人的 一个扫大街穷愧的女儿 也配招进公司 蕊姐 您你们请 看到了吧 这里的人大家都不喜欢你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赶紧提辞职走人了 你一个初中四门功课 加起来都不够几格分的人 都能在这儿工作 我为吗要做 我那是不想浪费时间 在弱智的考试上 弱智 你到底不知道 唐苏苏 一会儿顾客要来 要开个会 你去打扫一下会试 我是来实习的 不是来打扫卫生的 实习的不就是打砸的 你要是不干 就辞职可干 算了 多业事不如少的事 要是真不干 更有的让我们 就从门里加成 诶 打扫的还挺有模有样的 不愧随了你那个 扫大戒的穷鬼爹 唐苏苏 去到厕所也要打扫大戒 卫生间不都是宝洁打扫吗 宝洁今天不在 你爹不就是扫大戒的吗 你们家教的 不就是搞卫生那一套吗 要活学活用啊 小白老 跟你说话呢 聋了你 我听见了 会议室我可以打扫 但卫生间 我干不了 你一个实习生 居然还敢顶嘴 别想不想干了你 真是晦气 我这限量版的鞋子 都被你搞脏了 赶紧 给我擦干净 你没择手吗 只在那儿呢 让你跪下来 给我擦 操什么操呢 任意姐 就我这个实习生 他一点都不懂事 我让他打扫下会议室 他就给我顶嘴 唐素素你眼睛瞎了你 没看到蕊姐来了 还不赶紧去鞠躬 还有啊 蕊姐睡醒了 要喝上好的意大利什么咖啡 赶紧去买 我又不是服务员 我是你们的设计总监 我只为冰冈 我让你买去买 唐素素不能省心 职场本就设斗的家事 还有啊 所有同事都得要啊 多多麻烦点 咖啡 蕊姐 嗯 怎么这么苦 你疯了是不是 给蕊姐喝这么苦的咖啡 纯正的手摸意大利本来就是苦的 你还敢误误 我看你是不想打证 明明就是你 算了 别跟这种没见识的穷人一番计较 蕊姐 还得是你 不愿是豪门天英大小姐 格局这么大 哎呀 不像你啊 还有啊 旭日这个项目 只有你才能拿得到呢 是啊 听说旭日那边对蕊姐的项目 很是满意呢 一直夸你 还说啊 以后的项目都交给你来做 这以后呀 我们可就靠你 照着了 你说 是田蕊南下的虚拟的方案 唐素素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项目当然是蕊姐做的 放眼整个公司 也只有蕊姐 有这样的家事和能耐 可这个项目明明是我做的呀 为什么是她难下了 唐素素 你这话什么意思 蕊姐一个豪门天英大小姐 难道会参与你的项目 你这个方案 是蕊姐丢话过后 贾方可以过的 一个扫大街穷愧的种 还在这吃惊妄想的 就你这样的储包子 就算贾方来了 你也不敢上台阐述你的方案啊 所以 这个功劳 就应该是你 王总监 当初是你让我做的这个方案 还说只要这个方案我通过了 就可以给我转照 唐素素 你搞清楚好不好 我都说过了 这个方案 是蕊姐优化过后 贾方才可合作的 你们这是在叠了配白 不甘心 这个方案是你做的又怎样 我是蕊门大小姐 而你只是个穷人 我想抢走你的东西 谁敢做个不尊 唐素素 你别在这傲娇了 说不定你现在好好讨好蕊姐 蕊姐心情一好 还能让你提前转正呢 杰瑞抢了我的方案 还让我去讨好她 你们讲不讲道理 唐素素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你什么身份 蕊姐什么身份 你别扶平汉术 自不量力啊你 蕊做 你蕊姐的身份地位 你能不能在这实习 都是她一句话的事 不服又怎么样 穷人就活该受有钱人的罪 去 把你的工位 给我挪到厕所旁边 别让你身上的穷三气 薰抢了我们的一件 就因为我是一个没钱的实习生 你们就这么欺负我吗 嗯 怎么样 要不然是你也变成有钱人啊 苏然 你就别像个野狗样子 乱飞 一群毫无底线的田狗 康苏苏你给我听好了 不是谁都配当我的田狗的 至少像你这样的穷人 谁也给我当田狗的资格都没有 哼 不甘心是吧 啊 谁叫我投胎投的好 而你就只配被我踩在脚下 蕊姐 没有必要跟这种穷村的人废话 多说一句啊 都电弄了你们气场 我请告你 康苏苏 世事集团的事 如果从这个地方传出去 我不止让你滚出公司 我还会让你在社会上 滚不下去 你一句话就抢走了我三天三夜的付出 现在还在这里毫无底线的羞辱我 凭什么 凭我有钱 我有钱就可以所以 啊 如雪 康苏苏 你没事吧 你个小猫狼 你绝敢换蕊姐 你是不是疯了你 啊 啊 啊 雪 她的头血 她为什么会留那么多血 这 这不会是死了吧 慌什么 她是自己撞的 我们又没有推她 跟我们没关系 大家能看到啊 她是自己撞上去的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 总裁不好了 夫人进医院了 备车 去医院 是 怎么样了医生 金总 大小姐没事 只是撞到了后脑勺 暂时需要坐轮椅 苏苏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哥 我没事 只是 医生说 我这两天要坐轮椅了 这还叫没事 你在公司受欺负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这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 你 周遥 你马上去把SK卖下来 我要让那群 欺负我妹妹的付出代价 对不起啊 我本来不想让你添麻烦的 没想到还是需要你问我出去 傻瓜 我知道你要巧 你马上就是新人SK总裁了 那全欺负你的该付出代价 你是新人吧 这刚走了一个香巴佬 又来一个土鳖了呀 哎 今天咱们公司选新总裁 你赶紧让他滚出去 别脏了 我们公司的空气 瑞姐 听说SK选拨新总裁 是在公司内的选的 要我说 新总裁的WEEK必须是您啊 毕竟是您谈下了西域的项目 您当总裁 当主会 哎呀 这还没定下来呢 你们别瞎猜 这哪是猜呀 这分明就是结果嘛 瑞姐 您高声 今晚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呀 你会不会说话 叫什么瑞姐 得叫总裁 总裁 你要是升职了之后 可得给我提拔到总经理呀 瑞姐 我也要当个设立总监 这样一副我跟王总 就是总裁带人您的心腹 您职呢 在这打哪 看来是我在对付大人 这SK想大就大 就把总裁对付我 这SK的总裁算什么 我想当呀 那是当咱们警示集团的总裁夫人 是啊 要我说啊 就靠您这个容颜和绅士 就算是全国首富 警总见了您 那也得一件中心 二件七星 三件 一太四宝啊 哎呀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啊 不过我之前在这见过警总 他也确实对我有些情谊 哇 我就说 凭你这个富贵长相啊 当总裁夫人肯定是没问题的 当时候您更得提拔提拔我呀 金融眼睛可还没下 你个土鳖说什么呢 你们就这么确定 新任SK总裁就是这个 这穷鬼说话就是一股穷酸味 新任总裁不是咱们蕊姐 难道是你这个图别啊 别看就不知道从哪冒来的实习生 张嘴说话就跟唐苏苏一样 穷鬼 就因为唐苏苏穷 所以你们就这么欺负她 又来自我命有我不由天的蠢货 你是听说了唐苏苏现在在医院 万死不活的样子吧 不想捕她的后辰 就给我好好当狗 对呀 还不跟我们总裁 血口叫 汪汪两声啊 你总裁到 总裁到 这 这怎么可能 总裁怎么会是唐苏苏这个虫逼啊 是啊张经理 当时公司下通知 说有位千金豪门大小姐 要来公司实习 那选拔总裁 怎么也应该选Terry 这个豪门千金啊 白痴 你说的豪门大小姐 就是唐苏苏 真的假的 周秘书是我们新任的总裁秘书 他说的都是实行 不管是之前的豪门大小姐 还是现在的新任总裁 都是唐苏 瑞姐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裁和大小姐 都被上唐苏苏了呀 千人 你居然敢骗我 搞照这样 新任的那个小朋友 就不应该给你 张银 你可别乱说 这公司总裁的位置 是SK为了巴基我 田家才给我的 怎么可能会给这个穷人 田家 上不了台面的小门小户而已 像个屁啊 在唐总面前 田家才是穷人 来人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涉嫌故意伤害总裁 把他们拉到警局去 红颜处罚 是 你这个赔钱货 那是好兵 把你送给了SK 你却连警总的面都没有见 他把自己送给了警局 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 爸 我怪物 是进堂的那个乡巴佬害的 你他妈那个乡巴佬都逗不过 你还有脸说 指望你接受警总是没戏啊 你不是说拿下训练就能够合作了吗 赶紧把合作整理咱们公司外 没得逗不过 咱们就阴着 把老子让你实际上用的钱 都穿帮给我赚回来 明白吗 我明白了 夫人 您这刚能走 不用这么拼吧 你叫什么 大小姐 您这病刚好 可没累着 我这么累 还不都是怪物科 只有把SK买下来 让我断这什么左菜 您可以不拐呀 而且就一个小小的SK而已 就算是破产了 也是九牛一毛而已呀 左菜 有钱的很 那怎么能行 既然我哥把SK 还有你都送给我 那我自然要把它做大做强 我竟然也成了礼物 可SK之前管理混乱 现在又易住 很多项目都被挖走了 这家项目 就是和训练集团的罪人 这个方案数是我亲自写的 只要能把这个合作留下来 SK就可以继续正常运转了 可是我听说 训练老板孙达 是一个喜欢钱规则的变态老头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点危险 放心 他要是敢乱来 我就把他 剪掉 啊 还有 你不准跟我哥哥打小报告 否则 我就让你天天去 刷 麻 透 是 小姐 当老公的让我去非洲当宝洁 当夫人的就让我去刷麻烦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都安排好了吧 放心吧 蕊姐 孙达的秘书刚好是我认识的人 你说巧不巧 他也跟唐素素有仇 整仇没机会教训他呢 这也太好了 唐素素那个贱人 上一次肯定是爬上了江州哪个豪门的床 才把咱们害得这么惨 这一次 我就不信他脏了 他的眼人还会要 孙中 一会儿那唐素素就来了 他可是出了名的骚伙 那可被被他迷住了 是吗 他比我的宝贝还骚吗 认识 认识 你说正事啊 那唐素素害得不过是 还欺负我朋友 你得帮我好教训他 你放肩 我最擅长得床上教训人了 来 坐 孙总 这是我们的合作方案 请您过目 听说你是SK的主牌 是的 孙总 能与虚日合作 我们SK很重视 所以这次项目 是我亲自做的 年纪轻轻 就做了总裁 你该不是一路税数去的吧 孙总 我怎么上位的不重要 这个项目书 能够获得您的认可 就证明 我能满足虚日的合作需求 可我忘了 这项目书的内容 要不 你坐腿上 再坐 听听 哎呀 来呀 你还 请您自重 自重 哈哈哈哈 你一个到处卖的 找什么警告 告诉你 想和我们旭儿合作的态度 我凭什么就把这个计划军 你不是已经答应合作了吗 是啊 我口头上答应 所以能不能签下这合约 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 孙总作为虚日的老板 挑选合作伙伴既然如此随意 虚日的董事会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们公司的事还轮得到你最晚 你要想和我们公司合作 那就实际 啊 很好老子 不看 虚日有你这样的老板 迟早都要倒闭 这样的公司我不合作也办 啊 嗯 进来 打了老子 你很想跑 宝贝 宝贝 把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孙总来了 你小静 你怎么在这 黄叔叔又见面了 你害我失去了一切 哈哈哈 这次人要从你村村跑回来了 老板 快把热水 没给他喝了 我这大刀早就极可难耐了 放开 哎 哈哈哈 可贱人装什么情况 你都不知道赔过多少男人 嗯 你说好好我孙总啊 嗯 是你的荣幸 放开我 进了我公司的门 快想离开 做梦 孙大 你能是敢动我 你会倒大霉的 哈哈哈 真是笑话 我在我这起公司玩里人 谁能挂我 哈哈 你今天飞的把你烦的 吓不着烦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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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表子 少给脸不要脸 孙总 我按住他了 你直接 不 真懂事啊 哈哈哈 孙总 我都不来的 孙总 肯定是您之前和警黑合作的意向 让周秘书给看到了 所以给孙总您一个机会 嘿 对 哈哈哈 贱人 现在我已经搭上了警示 你今天要是把我治好书夫了 我还能拯救一下 SK 到这儿 SK 要怎么倒闭吧 就是 这种什么情报 是我们孙总现在对你还有意思 我们真把你脱了 但是 呀 这身材 不玩一点都不腻啊 放开 我哥哥是警怀 什么 你哥哥 人家姓景与姓唐 你还骗我们孙总说警怀是你哥哥 真闹不清 就是 孙总要真是你的哥哥 常常几家八消息 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还用得到出来冰作 孙总 趁终秘术还没来 赶紧把他办了吧 哈哈哈哈 我今天就要尝尝 那守护妹妹的汁啊 哎呀 哥 啥 啥 那不呢 裁判课的总裁办公室 各位好 孙大师的作批 你竟然喊上诉诉了怎么做 要是思思说了什么事 把你做了 然后 啊 哈哈 嗯 嗯 大师的 老师敢动我 我哥一定会让你死我单身自己的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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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什么辣的啊 看来今天真是让我爽废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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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总 是我瞎了狗眼 没认出她是您的妹妹 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怎么可能 这个保养唐素素的男人竟然真正是首富 我 当素素一个扫大街的女儿竟然真的是首富的妹妹 秦总 你饶了我吧 你 还有你 刚刚哪只小兜兜妹妹 哥 这孙大和韩晓静 打着合作的名义一定伤害了不少女孩 一定要将她们严惩 嗯 张小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天得改 素素 你可能 你跟我同学也抢的份上 你就是饶了我吧 谁一个人说是 好 来人 把这两个畜生拉到董场 废了双手双脚 既日集团不复存在 是 你从今找到我吧 你告诉我 从今天有一个错 你叫你也会吧 快算我下来吧 我自己能走 你受伤了 你只是擦破了点小皮 为什么都是看着呢 你是我的婚妻 难道我帮你有问题 哥 对不起 我错了 如果不是周杨说漏嘴 我还不知道 你竟然敢一个人来见孙子 那娘都不知道她是个老色兵 我没想到她会真的这样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去和你死去的爷爷交代啊 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 你就不用生气了吗 哥哥要像这样 哥笑笑才行 不然这么一张帅气的脸一直绷着 像个小老头 女子都很帅 是啊 我就没有见过 比哥哥更帅的人了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嫁给我 这个 乖妹妹 这辈子 你都别想逃出我的手上心 李璐 唐素素那个劲儿怎么还是拿到了叙事的合作 你不是和你朋友说好了吗 孙总把唐素素睡了之后 就把合约给到田家的 怎么现在传出消息 就是被SK收购了 维姐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跟我朋友打电话 他手机一直关起 对了 你不是说 景总是你表哥吗 你想要对付唐素素 直接让景总出手不就好了 我不想拿他我表哥 哎呦蕊姐 能不能找个机会让我见见景总啊 早就听说景总已经不凡 我都还没见过他呢 哎呀 这景总日理万机了 哪是咱们想见就能见的呀 哎对了 你不是认识马氏集团的马总吗 要不这样吧 你帮我联系一下他 我有业务要找他 我妈肯定不管我了 我得自己找靠山 马氏是景氏的工艺商 你想要用马氏 这这样景总分数下不就好了吗 哎呀我想自己闯出一番事业 我不能全见我表哥的光啊 哎你放心好了 等我闯出了一番事业 等我事业有成了 我一定会让你和我表哥见面的 让他好好提拔你 谢谢蕊姐 马哥 对我刚刚的服务还满意吗 不错不错 没想到你这小妖精 技术这么多 说吧 想要什么 哎呀 我早就爱慕马哥很久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就想陪在您身边 嗯 不过 如果有谁欺负我的话 马哥 不久一点就好 你放心 寒家倒台后 在江州 我马家红者总 警总 都得给我几分薄面 过两天呢 我带你去警示晚宴上 开开饮 我都知道马哥最疼爱 哈哈哈 谢谢马哥 陶叔叔 不就是听男人吗 我玩死你 大小姐 您对酒店满意吗 非常满意 以后 SK的团建就安排在这儿了 李经理费心了 大小姐客气了 总裁分不过了 先带您去挑礼服 再去参加今天的警示晚宴 好 贱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今天的警示晚宴 可是上流人士才能参加的 你该不会是偷偷溜进来的吧 你有本事 让法案把我赶走啊 你怎么那么嚣张啊 大小姐 需要我把这个风女人赶出去 不用了 好好地晚宴 不要走的事 若是再让我听到你对大小姐不静动 我保证会有人把你塞进下水道的 靠 这肯定是唐素素棒的新男人 唐素素你别嚣张 今天有马总在 我还不会让你好看 嗯 呦 马总 嗯 又快起来啦 啊 忘了给你介绍一下 小田 你好 这以前刚养的 呀 激素还不错 我就喜欢这小小云 啊 啊 马总是不养啊 记得知会一下老牛 哈哈 张总 今天呢 在现场我姐妹也在这儿 要不让我叫我姐妹来陪你吧 哎呦 小田真贴心哪 今儿我们老婆也来了 哦 今儿就不谈了 啊 回去回去 还有朋友在这儿呢 对呀 我今天在楼梯上刚碰到她 我也没想到她会在这儿 嗯 马哥楼上不是有套房吗 嗯 要不我叫上她 我们三个人 你可真是我的小年号 嘿 可以 要是她给我车好了 我给你开个不输SK的公司 谢谢马哥 嗯 嗯 那个就是我的小姐妹 嗯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找她 好 然后我上楼开个套房 嗯 随后把房间号 发给你 好 光看这背影啊 就火辣辣了 哎 不过你这姐妹不会介意咱们三个人吗 哎呀 嗯 马哥放心 嗯 他以前就是干这行的 嗯 不过这两年收敛了一些 哦 只招待有钱人 啊 有钱啊 有钱好办啊 我这人没什么优点 就是钱太多 啊 唐素素 让马总盯上了 我看今天江州谁能救你 你见马 我先坐起来 嗯 光摸着肌肤啊 就有感觉 你谁啊 美女 我们走吧 什么意思 你不就想之后有钱人吗 我有钱 咱们玩玩啊 你有病吧 我都不认识你 只要你跟着我 每周给你一百万 怎么样 每周一百万 怎么样 心动了吧 但我在加点 你只要把我测好 每个月我再给你加一百万 我哥每个月 就给我两个月 哎呀 妹子 讨价不是这么讨 你想加钱 哥理解你 但哥现在就看好你 现在就想玩 哪家精神病院抢倒了 把你这个蠢货给放出 赶紧给我滚蛋 贱人 你这个人冒 滚 靠 你家敢扑老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可是哪是实业创始人 江州环球城 都是我的产业 就连锦子 这样子 都得公公叫我 叫我说马总 你竟然敢冒犯 你死定了 哥 你在哪儿 怎么了 有点麻烦 有一个叫马氏实业的老板 一直在纠缠我 说每周给我一百万 让我好好陪他 他该死 让马氏破神 是 哟 这是给哪位秦哥哥打电话 就是你说那一个星期 给你两个亿的那个秦哥哥打电话 是吗 让他来呀 我们一起玩一玩 希望你一会儿喊你真相处 不用一会儿不用一会儿 马上马上在江州 没有我老马玩不了的女人 走 哪里哪里搞东西 借个打老 瞎了你的狗野 敢对我们大小姐不进去 大小姐 唐素素这个贱人 是哪户人家的大小姐 怎么连警示集团的碗页上的保镖 都这么狡猾 对不起 我来忘了 哥你没事 就是他 口口声声说我是野鸡 还想包养我 敢对我妹妹说这种包 看你是活腻的 给我打 啊 你们谁呀 别敢不要有动手 你们闯大话了知不知道 这世上 还没有人敢威胁我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就是刚逃他给你打掉那个秦哥哥吧 兄弟啊 我告诉 看你能模能样 啊 要玩咱们一起了 好不好 啊 玩你大爷 竟然把我给废了 你玩了 你们竟然一个人都别想逃 哦 老李他妈来的这个时候 赶紧的给我叫 今晚个人给我放假酒店 快点 什么 破产 我马氏账面上 趴了几十个亿 怎么可能破产 马总 你快跑吧 你之前贿赂的事情也曝光了 已经有人去抓你了 老李你开什么玩笑 哎 喂 是你让马氏破产了吗 敢对我妹妹出言不去 让马氏破产刚开始 可是我马氏 身价几百个亿 在这个江中 除了全球守护警总 就没人能对付我 你难道是 没错 我就是你说的 全球守护 怎么可能 我竟然得罪全球守护的妹妹 对 都是那个贱人 是那个贱人骗了我 谁骗你了 天啊 你这个贱 给老子滚出来 是你说大小姐是你的朋友 是 是个卖身的 给钱就能睡 你把老子给害惨 我说的怎么好 端端的跑出来一个奇葩 反正是那个白痴 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是 是 唐苏苏 是你自己不解点 到处搬了就要男人 投在马总地上呢 我有什么关系 马总是吧 我和天啊 可是仇人 你说 他把我推荐给你 到底是图什么 你这个贱子 你让个狡辩 是你自己要找他的 我又没有逼你 你还敢叫我 看我掐死你 你 你 你咋为什么被 只有被你去找他 都说 谁怕还在那里破坏呢 这个大人 你是我能揍着的吗 你把我马上给害惨了 知不知道 我今天就掐死你 警告 大伤情 你看 人都被我掐晕了 你们就老我这一回吗 老你 你在晚宴上都这么放肆 可想而知 你平时也没干过什么好事 这要马上破产已经是饶过你 你还想讨价反价 我不敢不敢 完了 我奋斗了 大半辈的产业都没了 我的钱啦 都是你这个臭人 害的我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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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啦 杀人啦 觉得财人吗 恶有恶宝 田瑞也好 韩小静也好 这都是他们 应有的惩罚 不错 我们家素素 长大了 可以成为我的夫人了 总裁 总裁 我觉得你和素素小姐的关系 应该你往前迈一步 素素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她只把我当哥哥看待 我要是主动说 就是在逼她 我 你又要逼我什么 我 你不会又要送我什么公司吧 SK都够我折腾了 哥 我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吧 别怕 我今天带你去个地方 去个地方 哥 这是 素素 这就是爷爷安眠的地方 爷爷 素素回来了 您以后再不用担心素素了 素素 我曾经承诺过爷爷 要照顾您一生一世 现在 你愿意嫁给我吧 这个鞋 走进 这个鞋 哥 离开 哥 小姐 小姐 爷爷 我失去了一线 会不会让你好过的 快点120了 哥 哥 不是素素 你别哭了 我发快睡 这辈子 都不会让你 都不会让我瞎在你边流眼泪 都不会让我瞎在你边流眼泪 我不哭 我不哭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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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阿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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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您已经 在医院生活三天三夜了 再不回家休息 您身体扛不住啊 我 我不走 我一定要守在这里 我一定要守在这里 跟着阿灰醒过来 夫人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看 她应该是很难再醒过来 现在 最重要的是您的身体 不会的 不会的 阿灰一定会醒过来的 她说过 她会娶我 会照顾我一生一世 她就绝对不会失眼 她 唐总 恭喜您成为全球首富 警示旗下全球五百强 为您送来礼品 请您过功 放那儿吧 金钱 权力 地位 对于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我只希望 阿灰可以早点醒过来 阿灰 无论多久 我都会等你 等你醒来娶我 阿灰 无论多久 我都会等你 等你醒来娶我 阿灰 阿灰 你醒了 天哪 我不是在做梦吧 思索 是我不好 让你登起来 老公 你怎么还叫我素素啊 老婆 老婆 太好了 你没有得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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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